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恒生指数是一路下跌 已经失手了29000点 不过3月9日我们看到美国科技股市有来到了一个暴力反弹 特斯拉是暴升了两成像中概股比如说拼多多和B站等等是分别上升了10%左右 对于近期美股的科技股走势该如何解读 港股市场我们又该是否能够逐步回稳呢 本期我们就有请嘉宾来做出解读 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美股啊我们看到昨天它是个暴力反弹 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待呢 我们可以看到昨日呢那个隔夜的美股 尤其是新经济板块就是反弹非常强劲啊 尤其是像特斯拉反弹了将近两成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之前的黑色星期一之前 就是新经济板块就是杀估值杀得比较明显的近期的一个反弹 我们认为最大的动力还是美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有所这个跌幅 所以呢带动了美股 那美股强劲的反弹之后进而带动了今日的这个中港两地的股市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港股的新经济板块也是反弹比较强劲 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就是新经济板块在反弹较为明显 但是这个旧的传统经济股呢其实今天是有所回跌 那就证明这个市场目前的投资者谨慎情绪还是非常的浓重 并没有说增量的资金入市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盘是一直是徘徊在29000点以下 而且是在50日均线以下 那我们认为上方的压力位是在29500点左右 目前看这个市场应该是还是处于一个调整和跌幅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所以也请投资者比较小心 所以像刚刚您也说到我们周一的时候看到有个黑色星期一个现象 那这背后您认为是发生了什么导致现在这个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黑色星期一主要有几个因素吧 第一个呢就是星期一板块的这个估值其实是炒制着这个虚高 无论从美股也好从港股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这个估值就是极深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时间期的这个国债 前段时间呢属于一个上升这样的一个状态 无风险利率的抬升其实是对新经济板块是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那这个因素也是会导致回调的原因 第二个呢其实是美国经济的复苏的动能 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要快一些 所以呢就是说资金重新流入这个估值还是比较便宜的这种旧经济板块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这种高频交易 也是这个占比越来越高了 那这个交易盛行 当我们看到旧经济板块的这个 当它的股价的动能上升之后呢 其实从新经济板块这样就有一个板块轮动和资金切换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高频交易也会加重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再看第四个因素呢 可以看到美联储感觉是想有意让这个无风险利率 小购的这个收益率抬升 温和的这种上涨啊 我们看到它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态度 那这样子的也是可以冷却 就是当前这个经济过热 尤其是股市里面的新经济板块过热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可以让这个经济呢持续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是各国央行都愿意看到的 此外我们看到还有就是说 就是说包括近期的美元的这个汇率也是在走强 人民币是走弱 这些综合的原因呢都是导致了近日的这个港股和A股的这个回调 我们看到近日港股A股回调 很多投资者可能心里此时的信心可能也不是很足 那么在这个气氛下 您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操作性的建议呢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目前的大盘来说呢 还是处于一个调整这样子一个下跌尾部的这样一个尾声的一个状态 我们其实建议的投资者是见好就收 其实近几个交易日吧 新经济板块虽然大幅的是下跌 但是如果说说从去年开始投资的话 仍然是有一大块盈利啊 就是还是建议投资者见好就收落贷为安 那可以等到比如说下一轮再有这种调整的时候 可以逢低足够的吸纳和建仓 可能目前对于投资者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再来进入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目前呢我们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啊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带来的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收看 限电电视为您带来的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来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